请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您准时在晚间七点钟 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节目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3年的11月25号 今天是礼拜一 在股市连番上涨 在今天又创了42次的新高之后 大家最心中最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哇股市什么时候掉下来 那我们要把今天呢 请张东豪博士把现在以及2014年 可以预见到的一些经济方面的发展的变化 跟大家讲个清楚 然后最后的决定呢 就要由您自己来判断了 好我们现在来欢迎今天上半场的嘉宾 东豪理财的负责人张东豪博士 东豪你好 周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情况 当然这个礼拜四是Thanksgiving感恩节的休假日 在礼拜五呢也是只有三个小时的trading的短的比较短一点的交易日 但是从今天开始就看到量比较少 并且今天在尾盘的时候已经稍微在涨幅中间有一点点退了颜色 但是在收盘的时候还是照样的创了新高 道琼斯的工业平均指数收市的时候上涨了7.77 现在是收于16072.54 NASDAQ综合指数上涨2.92 收于3994 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曾经超过4000点的关卡 标普500小跌2.28 收于1802.48 其实今年的成绩标普500来说已经上涨了27% 这个是算是蛮好的 对这算是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自从在2009年上涨了超过40%以后 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2008下跌太多 一直到现在都是处于牛市中间 哇大家想高处不生寒会不会掉下来 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几件大事东豪博士 比如说是在12月16号还有一个FOMC的media 那次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Tapering的事情 那次Tapering应该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那个假期的时候 重大的政策不会在假期的时候实行 就是说 所以而且那次FOMC meeting以后 也没有什么press conference 没有记者招待会 所以也不能宣布什么东西 只能出一个press release 比如说 所以重大政策不可能在那一次的会议上执行 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Tapering 至少在那一次的会议上面 我们大家可以放心不会不会出现 而且历史上来讲 就是说从Thanksgiving 从感恩节到年底 然后到年初的时候 股票一般都属于涨势 就是说跌的可能性是确实是比较小的 真的如果 我不知道也许哪里发生战争什么 这也是有可能性的 但是如果大多数情况下 就是说 股票在这段时间是一般是处于涨势 但也不是特别会涨很多 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就是说 大家都休假的时候 没有很多人在做事 而且重大的新闻也不出现 就是说 所以基本上一般是处于一个小涨势的时候 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至少 可以比较放心的 比较放松的 过一下节日的生活 多吃点 从吃Turkey开始 对 好 那就是说真正助涨或助跌股市的原因 除非是有非常意外的事情发生 否则是可以预期到的 very mild的涨幅 对 应该是从现在到年底 应该还有也许百分之二 我不知道 就是说 这应该是比较mild的涨幅 说得很对 但是 这个2014年开始 这个Tapering可能就是近在咫尺 只是他什么时候开始做 力度有多强 到底减多少钱 这个事情可能要丢给 下面一届的中央银行的女行长了 对 这个其实自从上次出现了 上次会议的FMC Million Minutes出现以后 市场经过阅读以后 都好像达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也许一月份 中央银行就会开始Tapering 就是说 其实那个Minutes里面 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出现 也没有以前 也没有揭露什么以前 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consensus 是怎么达成的 也许有什么专家 忽然得了什么 忽然得到什么启示 也不是内部消息 得到什么启示 但是有些事情 其实是非常难预测的事情 市场有时候 往往就说 往往往往就以 以资来掩盖自己的不资了 有时候就我觉得 我觉得一月份Tapering的 不是一个定例 就是说 也许也许不会在月份发生 也许只是四月份以后 或者才会发生 三月份以后才会发生 也许六月份以后才会发生 也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也许也许明年 什么都不发生 也许明年经济不太好 会增加那个QE的数量 也有可能就是说 我觉得 这个这还不是一个定论 说老实话 因为中央银行还是根据 还是 它本题就是说 还是根据信息 根据出来的经济数据 为标准 就是说 如果经济确实有恢复的 恢复的比较好 恢复的比较强的话 它当然会实行Tapering的政策 但是如果经济确实没有恢复 经济还是处在一个 非常缓慢正常趋势上面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 通货膨胀的那个信息出来 通货膨胀率 今年基本上是在1%的情况下 就是说 所以几乎没有通货膨胀 至少从数据上看 也许 其实我们生活中 也许是有通货膨胀 它没有数据中 没有爆出来 但是这个 这个我们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但从数据上来说 就是说 确实全美国没有通货膨胀 就是说 至少从中央银行看的数据来说 没有通货膨胀 所以他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来说 他还是可以就是说放手的执行 他量化宽松的政策 所以明年会不会实行推广 就是说什么时候实行推广 也许市场一般人 也许一月份 我觉得一月份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我觉得也许三月份 更有可能六月份开始 就是说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就是说 但是也要根据当时候出来的经济数据来决定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已经决定的事情 我觉得 是 东豪博士 Ben Bernanke是明年一月底才退下来 那新的央行的行长 Janen Yellen是2月1号才上任 所以不管怎么样 也不可能在这个前手交给下一手的 之前来做一些重大的动作 一个方面也是这么 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 他们还是会做 因为前手跟后手 一个是Champ 一个是ViceChamp 一个鼻子出气 所以两个可以商量 就是说不是一个是FMC的人 一个不是FMC的话 就不好商量 在这种情况他们还是可以商量 所以要做什么政策 我相信他们还是可以做 就是说 但是除非真的有经济的需要 我觉得一月份不会有太多的变动 好 刚才东豪博士讲了一个动词 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动词来开始发挥 就是所谓预测 当然就是预测股市 那现在已经有一些公司的人 他们都在预测 2014年美股的趋势了 什么区域保守了 或者是Long标普500 来Short OB了 等等等等的说法 但是我们今天请东豪博士 就是把明年可能发生的事情 几种可能性 发生的话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大家明白了以后 也不必倒听途说了 然后自己可以做一个决定 好不好 我们就从Tapering开始 说刚才做了一个时间点 Maybe 1月 Maybe 3月 Maybe 6月 那它的力道的强度 或者是等等等等的事情 这首先要说经济好的话 失业率降低的话 可能会Tapering的力度会早一点 时间也会早一点 但是利息会怎么样呢 对这个是确实Tapering 什么时候 这个是非常难预测的 那么Tapering究竟真正发生 Tapering的时候 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其实也可以分析一下 就是说预测Exactly 就是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尤其我们知道财务市场 是非常波动的一种市场 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重要 其实我们上次也讲过 就是今年德诺贝尔奖的 那个两位经济学家 Eugene Farmer 就是说他所 德诺贝尔奖的一个人 就是说在短期的市场 是不可以预测的 在长期的市场 是比较容易预测 长期是十年吗 发生就是十年五年以后 就是说股票每年平均 应该是多少 跟近代的利率关系 是什么一个关系 这是还是有一定的 预测的范围 就是说短期的市场 是非常难预测 不但是非常难预测 就是说 有人说这股票市场 是一个bubble 那么是不是bubble 他说也是不可预测的 如果真的能预测的话 那就赚钱 也就比较容易一点了 即使2000年的时候 PE ratio很高 但是它很高 也有一定的原因 就是说 所以即使2000年 我们在那个里面的时候 也不能断定的时候 就是一个bubble 只是过来了 bubble破了以后 我们才知道 那是个bubble 在里面的时候 其实非常难预测的事情 因为确实市场有一定的 市场增长 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不是无端的一种增长 就是说 那时候internet的情况 你看发展到现在 其实Amazon 比那时候价钱高多了 eBay比那时候 价钱也高多了 即使Yahoo 当然1999年以后也增长了 就是说 所以每个公司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那时候增长 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那么即使从房屋市场增长 从这个利息的角度来说 从income的角度来说 也是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就是说 所以市场增长 不是凭空的增长 就是说 不是没有原因的增长 所以市场的跌落 很可能是因为这种情况 改变了 才有市场的跌落 那么这种情况 什么时候改变 是非常难预测的 所以说现在有bubble 是一个非常 premature的说法 现在没有bubble 也是一个非常 premature的说法 就是说 真的是很难预测的 一个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们作为投资者 需要好好做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长期是有什么 什么的什么需要达到 什么这样目标 然后我们短期 我们现在需要做 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到 有些因头出现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 什么样的随机应变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再讲到 那个fet tabering 我们把话题拉回来 讲到fet tabering 所以今年整个一年 利息是在增长的状态 为什么利息是在增长的状态 就是因为 5月份有fet tabering 5月19号 那天说出来的这个话 所以就有利息的增长 后来他又来弥补 他自己说的话 但是利息并没有掉下来 但是今年确实 没有tabering的事情发生 而且到年底 也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利息本身 并没有跌下来 去年涨的利息 就是今年涨的利息 因为tabering的讲话 涨的利息 其实并没有跌下来 就是说 所以利息的structure 还是保存着 就是tabering的一个 就是在预测tabering以后 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 那么所以明年在tabering 如果真的有这个 比较solid的一种决定的的话 利息就不会涨了吗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 就是说 也许利息已经反映了 我们联邦政府 tabering的action 联储局要做的事情 所以已经反映出来的 也许真正tabering发生 也许还会有些反映 但是反映可能会比较小 甚至比今年的反映 小得多的一种反映 就是说 所以这完全是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面 利息还是会保持 3%以下 比如说 十年公债是3%以下 还是利息 还是很低的情况下 短期利息 还是很低的情况下 银行定期存款 还是0.1%的 这种利息的情况下 那么这种情况 对股市 仍然是一个有利的情况 就是说 仍然是促进 股票是这样发展的情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那么投资者 也是可以 基本上可以放心 不一定有今年 这样好的回报 但是应该说 2014年 2014年 也许也是处于一个涨势 虽然是涨势 也不能说 从年初涨到年尾 当然中间会有波动 但是总的来说 就是说 2014年 如果利息继续 继续保持很低的情况 经济还是 还是在慢慢的增长的话 就像 本人跟你说的一样 利息很低 会保持很久很久 2015年 2016年 甚至到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明年 对股市 还是一个 看好的时候 就是说 是 其实现在在市场上面的钱 还是很多 这个也是另外一股 就是投资股市里面的基金 也是不停的在创新高 在增加的情况 所以股市也被这个 钱没有别的地方 有更好的出路的拱着 来捧它之下 变成股票造成今天的 这么高的一个点位 可是如果说有tapering 大概是有多少 但是这个tapering的话 就是把市场上的钱 政府输入市场的钱 把它拿出去了 那么利息 如果说保持跟现在差不多 或者是不要涨太多的的话 就等于放款的这一方面 也要稍微轻松一点 才能够balance 那这个中间会不会 利多和利空就互相抵消了 对 这个最佳的 最佳发展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 最佳发展的可能性 我觉得也是可能性 最大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如果你看银行的 那个放款的程度来说 就是说 现在跟去年比已经开始 现在还是银行的 放款的那个条件 还是蛮紧的 就是说 就是银行是一个关口 把住了那个放款的关口 就是说 银行放款还是蛮紧的 但这个放款 我们从这个放款的趋势来说 银行的放款 在慢慢的减轻减松 就是说 等房子 等房屋的那个价值 增长以后 然后保持 保持增长一段时间以后 那么银行的那个放款价值 总是会慢慢的 慢慢的放松 在这样的情况下 银行放出的 银行放出的款屋 就会就会增加 就是说 虽然那个联储局的 那个 那个放出来的钱 在减少 那么银行放出来的钱 增加 这个增加也许会超过 联储局的那个减少的那一部分 这样的话 对整个经济上面的 那个credit creation 又增加 所以 因为整个经济 其实就是所有的 商业交流的那个综合 等于说 市场上钱越多 那么这个商业交流就越多 联储局减少 联储局之所以 用这个quantitative easing的方法 就是为了增加市场上的交通 市场上的交流 促进 促进经济的发展 那联储局减少的时候 如果银行补上 再增加的话 那么整个的经济 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还会 就是说在缓慢增长的状态 这是一个最佳的 我觉得最佳的outcome 是 那在通货膨胀方面 今年全年都是保持在 1%左右 总是要比 钱放在银行里面的利息 低过1% 还要高一点 这是一点 同时 中国的央行的总裁 周小川 在最近也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影响还蛮深远的 值得大家要三思 另外在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二手屋的成交量 跟去年此时相比 是下降的 这个又代表什么意义呢 我们回来了以后 再请张东豪博士 跟我们一起来探讨 现在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 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 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 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风险税收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 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洽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美国房地产火了 抢房增值少 不如买地回报高 你想知道哪些是投资回报最高的地块 哪里是全美发展最快的都市 增值潜力最大的是地上的屋 还是屋下的地 如何用Aira账户投资土地 请来参加Ace Capital Group 本周末举行的免费土地投资奖座 12月7号周六下午1点半 Synaclara Hilton Hotel Yosemite Room 请速报名 510-396-8087 510-396-8087 Rebecca Lean 祝愿您节日快乐 合家团圆 Rebecca Lean 卖屋有方 华尔街金榜提名 Rebecca Lean 最新推出 好市成双买卖双喜 节日特价优惠 Happy Holidays from Rebecca Lean 408-720-6800 佳音理财 理财佳音 省税策略 终身收入 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 咨询Obamacare Cover California 请速致电 李佳音 Lily Ken 408-839-8596 839-8596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短售屋 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当然在主要的social media 除了搜索svcmedia 或者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之外 如果您对于嘉宾的名字 放进去搜索 或者是放我的名字进去搜索 也是可以听到或者是看到的 董浩你好 董浩你好 好刚才我们又讲了三点 我们先从中国的央行的总裁 周小川他说 中国以后继续大量的购买 美国的国债 未必是对中国最有利的 一个这个做法 哇中国已经是美债最大的拥有国 如果他们的政策改变 对于美国的债券的价值影响很大 利息也相等的也会影响 对这个当然是 这句话当然是值得大家注视的 就是说因为美国明年要 也许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明年可能是 可能就是说 联储局会执行那个 这个tapering的政策 就是说减弱量化宽松的 量化宽松的购买量 就是说那么如果 如果联储局减少了购买国库券 意味着就是联储局 减少购买国库券吧 那么联储局既然减少了购买国库券 那么谁会增加购买国库券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从那个 中国那个中央银行的 的主席说的话说 就就厂长说的话说 就是说中国并不会增加 国库券的购买量 也许会减少国库券的购买量 就是说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们我们先要把这个话分开 就是说这是需要注意的话 但是中国购买国库券 并不是并不是中国的人词 这是中国的货币政策 如果中国有赤字 如果中国有经济那个贸易顺差 那么他进来的是美元 美元他要问中国银行换成人民币 那么等于说美元从商人手里 换到中央银行手里 中国中央银行 那么美元干什么 只有买国库券 买美国的东西 就是说 所以中国买美元 并不是中国用外币储蓄来买美国国库券 并不是中国的人词 只是中国政策一个必然结果 所以这不是他说不买就能不买的 但是这句话也是要我们注意 就是说美国的利息到了一定的程度 确实它在全世界的眼中 不是一个非常attractive的投资回报 所以就是说 如果中央银行 美国中央银行 美国联储局不买 那么谁来买美国国库券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如果购买的人不出现 如果意味着利息 如果现在没有人买的话 利息增长才会有人买 因为利息涨了的话 这个就比较attractive 也许有人买 就说那么利息要增长多少才有人买呢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利息要增长到5%才有人买 那这个经济就是比较危险了 我觉得现在经济还是比较fragile的状况 也许不能承受5%的十年公债 5%十年公债 从历史平均来说 其实不算太高 是比平均还低 也许平均其实百分之六点几的 不是 所以从历史的平均来说 十年公债应该是超过5%的回报 但是从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 也许美国的经济不能够承受5%的十年公债 我觉得美国的政府更不能承受5%的十年公债 因为债务很多 要还要5%意味着利息多 利息多 这个不是次次更多吗 美国政府也不能够让这个情况发生 所以如果就是说 如果那个Bernanke实行 不应该是Bernanke 如果是General Yellen 实现Tabering的政策以后 利息增长得很快 那不就 那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说一方面对美国经济不能承受 一方面美国政府也不能承受 那么他不是要去继续 要增加Tabering的政策 就是说Bernanke曾经把他的 那个经济政策比作是一个 Multi-Stage Rocket 就是说上天的导弹 就是说他在一边有很多Stage 就是说你先烧一个导弹 烧完了以后把这个导弹扔掉 烧第二个导弹 然后就越出了地球到星空上去了 就可以自由飞翔了 对不对他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 就是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喻 是非常不恰当的 而且是非常荒唐的 我就All due respect to Bernanke 对不对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比为什么不恰当 就是说因为他今天 在Federal Reserve的那个balance sheet上面 买了很多个四个五个Tillion的 好几个Tillion的 好几个Tillion的 那个国货券 这个Multi-Stage Rocket 他你第一个Rocket烧完以后 这个Rocket就扔掉了 就不再是这个Rocket的负担了 今天你买了五个Tillion的国货券 你扔不掉的 还是在你balance sheet上面 对不对 你要收回来 你怎么收回方法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Tapering 我们讲的容易 Tapering 之所以市场对Tapering 有这么严重的影响 因为Tapering是一个 非常非常难执行的政策 联邦政府走的路 联储局走的路 是一个非常狭窄的道路 所以我们 我刚才讲了一个好的结果 就是说 也许也有不好的结果 就是利息 在Tapering执行以后 真的是利息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 现在是2.7% 50年公债 也许会超过4% 或者甚至达到5%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对经济绝对是一个不利的状况 也许美国会重新进入recession 也许建议会重新实现 要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政策 那么如果再一次实行量化宽松的政策 经济又没有好转 那么中央银行的信誉何在 也许市场会的中央银行失去信心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所以这个明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年 需要我们做很多关注 在我们关注到有一定迹象的时候 我们要做随机的应变 所以明年的投资是一个 我觉得有一定挑战性的一年 而且是一个要非常注意经济信息 不但要注意公司信息 而且要非常注意经济信息的一个时刻 是好 所以我们在11月2013年就开始来讲讲 2014年的经济最大的几件事情 同时在今天出炉的有一个资讯 就是在Existing Home 二手屋的销售量呢 是比去年同期是要下降的 其实在我看起来啊 这个Existing Home Sales Seasonal的 到了10月11月12月 都会多少比较低一点 但是我们比的不是上个月哦 是跟去年同期比 那但是我又说去年那个房地产 实在是太火红了 今年的利息从6月开始都一直处于 比较上升的境界 那还是有很多人大妈型啦 或者是什么拿黄金型 就是说付现款的人 买的这个人到底比不过 真正要贷款的人多吗 那这个趋势会不会这样子延续下去 这个就跟Tapering的力道 这个力多力空 跟美国的Lander要放款出去的 审核的严格与否 能不能够很巧妙的balance一下 才不至于让美国的经济的复苏 至于停滞的地步 那个利息对美国房屋的那个影响 还是很大的 就是说今年的房屋市场 其实但是也是 虽然也是处在一个增长的状况上面 但是跟去年相比 显然没有去年那么红了 这是一个非常可以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因素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但是就是说 虽然利息增长 所以说利息增长 对那个美国房屋市场还是有影响 虽然我们我们在那个 那个Silicon Valley看到的那个 用现金购买那个房屋的情况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跑到其他地方去 其实这也不是不是一个非常 就是用现金购买房屋 从美国整个的趋势来说 确实是一个增加 就是说百分比来说 确实比以前增加了 但是还是一个minority 是绝大多数还是用贷款来够 绝大多数房屋的销售 还是以贷款的方式来销售的 就是说所以这是 这只是一个少数的倾向 在也许在那个Silicon Valley 我们看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离中国比较近 而且而且这里华人基础比较多 所以这个情况在Silicon Valley 比较多一点 但是在全美国 还是处于非常非常少的情况 就是说所以贷款利息 绝对是对房屋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明年利息怎么变化 确实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需要关注的事情 就是说今年利息 从去年的1.5%增长 到今年的2.7% 国库券增长 那么房屋贷款 当然也是相继的增长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对房屋已经有了一点 小小的影响 如果明年利息继续增长的话 那么究竟对房屋 会不会有更大的影响 甚至是房屋是房屋价格的增长 停止的情况也有没有可能性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明年 在今年Federal没有实行 今年好像是非常完美的一年 就是说经济也在增长 经济也在增长 然后联储局又在刺激经济 就是说又把大量的钱放进市场 就是说从然后利息也没有增长得太多 所以是股票市场房屋市场都是有一定的发展 股票市场发展的 房屋市场当然受利息影响更大 股票市场相对少一点 其实股票市场也是受利息影响 只是相对少一点 就是说所以股票市场从2013年 就是比房屋市场涨得要厉害 就是因为房屋市场受利息影响比较大一点 那么2014年 如果利息继续这样增长的话 如果增长到从3%增长到4%的话 我觉得对股票市场跟对房屋市场两者 都是不利的 就是说所以还是要注意 但是本来可以确实他他一次一次的 就是说给市场强调 就是说他的低利息政策并没有改变 就是说说Tapering只是一个 只是收回一些在市场上放的钱 就是说但是他低利息政策并没有改变 就是说所以说他一次的强调 就是为了要安慰市场 就是说联储局还是还是愿意帮你忙 但我并不我并不怀疑联储局非常愿意 非常乐意帮助市场帮助竞技 就是说他是非常乐意的 但是联储局并不是上帝 联储局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他是不是最终他是不是能够帮助市场 我觉得也是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要关注 就是那个就要关注通货膨胀率 你要关注美国的货币的情况 你要关注美国贸易的情况 你要关注黄金价格的情况 就是说所以联储局愿意帮你 并不表示他就一定能够帮你 所以所以明年是一个非常非常在市场上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需要需要需要关注的一年吧 是的那明年是中国的马年 我们在明年的2月8号 这个新春过后之后呢 由矽谷华人电台所举办的 每一年一年一度的股市的嘉年华会 再度要在Mupitas的Chrome Plaza来举办了 先给大家透露这个消息 同时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在任何一个关键的时候 大家都处于一个投资的十字路口 到底要怎么样选 是停看厅 还是要比较放大胆的继续做下去 到底要选择什么方向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邀请到 东豪以及其他的嘉宾的主要的功能之一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 在完结束之前的第一个广告呢 就是东豪博士的联络电话 希望大家可以致电东豪 做一个年尾年初portfolio的一个review 同时如果您觉得钱交给专家馆 赚的比较多 可以抗所有的这种risk啦 或者是通货膨胀 或者是等等等等的的话 都请致电张东豪博士 再度的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非常感谢你东豪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上半场节目结束 这段广告我们来听听看下半场的访谈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便洽询 408-689-2509 网址 www.askdz.com askdz 昌星珠宝新店隆重开幕 近万尺展厅 是您购买顶级珠宝钟表的最佳选择 全新昌星CH Premier 就在圣河西Westview Valley Fair购物中心内 Prada旁边 电话408-983-2688 承邀您何家利临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恰谈详情 Trans Pacific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险 和年金的General Agency 代理超过30家知名保险公司 在全美有超过1000名保险经济 公司总部位于Arcadia 并于City of Industry Torrance San Jose 及Las Vegas 皆有分公司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专业的培训及高用金 泛亚一定可以让您的事业再创高峰 欢迎保险经济加入我们的团队 电话888-831-8868 Lisa Yang是您湾区房地产经济的首选 请致电Lisa Yang 408-393-3951 408-393-3951 Ur Property Group 优良的团队提供全方位的物业管理服务 请电Edition 650-823-0266 650-823-0266 或E-mail到 info-at-ur-property-group.com Gugan贷款银行 以近十年的辉煌记录 在湾区遥遥领先 Gugan有四大office 分别位于Cupertino Sunnyville Burningham和Saramun Gugan有训练有素的 Long Processors In-house Underwriting和Funding Gugan贷款银行 以超好的利息 帮您立于不败之地 Gugan贷款银行 欢迎您加入贷款经济团队 Corey Baker Lane 408-720-6800-720-6800 华丽舒适的独立别墅 位于Evergreen山顶 六间卧室5.5欲5000平方尺 超过47000平方尺 占地面积 美丽装修设计的家园 宽敞明亮大厅 与意大利大理石地板 花岗石台面 樱桃木橱柜 位于开放式的豪华厨房 专业设计 奢华亮丽的园林后院 设有网球场 凉亭 内置厨房 烧烤架和游玩设施 是您最佳的住家选择 详情请接洽 Frank Liu 408-313-268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们周一至周五的晚间 都在FM96.1为您做广播节目 我是周乐 我们现在介绍今天 就是11月25号的 礼拜一七点半的嘉宾 她是天天电话卡专卖店的 负责人Vicky Vicky你好 周乐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好我们先来讲一讲 电话卡的使用须知 为什么这个使用须知 我们一直要重复 因为有实在是有好多人 这个就跟很多人不清楚的 现在的情况就只有 什么东西超过她 就是Obamacare 还有Cover California 这个个人健康保险的选择 每一天一天好几遍 大家都不知道 明年1月1号 是不是能够及时上路 我想电话卡使用于须知 永远是有很多人清楚了一部分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不清楚 来今天从这个地方开始 替我们讲解 好这个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时常在重复 可是永远有重复的必要 永远有重复的必要 刚刚好这个节日快到了 所以我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提醒大家一下 电话卡的分钟数 永远是指你打对方的家里或是手机 你至于要用什么工具来使用电话卡 没有直接的关联 是吗 是 比如说很多客人很可爱会问我 如果我有手机打会很贵 我说你用你的手机打 打的是对方的家里还是手机 还要打对方的家里 我说你用什么打跟电话卡能够打多少分钟数 是没有直接的关联 永远是指你要打的目的地是家里还是手机 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问题 OK 所以不管你今天 你如果要用手机打 或是用家里的电话打 或是办公室电话打 打多少分钟 永远是指你要打对方的家里还是手机 那至于你要用什么工具来打 只有一个东西有关联 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用800号来打的话 如果你用payphone公共电话 或是你今天住在饭店 你用房间里面的电话 对 你要用800号来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你的分钟数相对的会减少 为什么 因为公司电话卡公司帮你付800号这个费用 等于说你在公共电话打或是在 这种人不多吧 不多 但是还是会有 用公共电话在美国也不多吧 美国基本的公共电话都拆的差不多了 就是我根本都很少看到 有公共电话 对 OK好这两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 OK就是在旅馆 我住旅馆的时候要拿起旅馆的房间的电话号码要拨的时候 我都会再三思而行 对因为那个饭店恰取的费用非常非常高 因为饭店就是靠这些额外的恰取来赚钱的嘛 所以在使用饭店的时候一定要用800号打出来 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有哪一种哪一种知识才不至于让自己的分钟降低而又能够很顺畅的打电话 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是从国外来美国住饭店你本身又没有手机 然后你要买一张电话卡跟美国的亲戚朋友或是在 比如你是从台湾来的或是要打回台湾跟台湾亲戚朋友联络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买的电话卡一定要用800号的电话 然后你要确定 就是access的telephone number 对local access 不还有两种都是800号 toe free一个是local access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假期啊 从国外来美国玩 很多 很多因为现在美国东西经济不景气 名牌打折打得很凶 是吗 是 然后有哪些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你告诉我 好 因为black friday要来了 我提醒大家 好像今年是black thursday就开始了 对对对 很多公司应该是在上个礼拜就陆陆续续会寄很多email到你的account啊 看看有什么折扣 好 这个是话外题 所以如果是国外来的朋友 如果你又没有手机 这个时候我要插一个话题 我很多客人很可爱 他说我带的是台湾的手机 或是中国的手机 然后我要买一张电话卡 我要打回中国或台湾 基本上不需要 因为你已经用的是你的roaming 你不需要double消费 就是说你已经是用你中国的手机的话 用中国手机号码的话 你在美国你要打回中国 你就直接拿你的手机打就好 你不需要再用电话卡 除非今天有一种情形是说你带了你的手机来 然后你装了一个美国的sign card或是手机的号码 你变成美国本地当地的号码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打国外的时候才需要一个长途电话卡 不要说我已经因为有时候是公司派来 或是自己本身很有钱 他们就带手机来就roaming了 roaming就不需要再double消费 因为我很多客人很可爱到double消费 一定要跟我来买电话卡 我就是要买电话卡打回中国 我说你不需要啊 为什么不需要 我说你已经是roaming了 roaming是比较贵的一个定义嘛 我觉得消费的习惯精明是很重要 因为有钱的人也不应该要浪费 因为roaming最起码是两块半起跳吧 你看多贵啊 我花的就会很心痛呢 但是最近有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以后在飞机上超过多少的高度以后 可以自由用手机 我第一个就想象到的 这个打到哪一个国家 这个肯定是roaming吧 好远哦 一定是roaming 好高哦 这一定是roaming 他们说每一分钟至少是两块钱以上 对对对 反正roaming一定不便宜 不要轻易尝试 OK 是 并且我在想飞机上打电话 哎呦 如果我旁边的人打电话讲很大声 又讲琐事 或者是讲绯闻的事 或者是我坐到他旁边 我都快要烦死了 其实我觉得飞机上应该 可以上 设一个打电话区 对对对 就像好像以前会有个吸烟区 跟非吸烟区 但是我觉得飞机上 我自己个人 私人觉得飞机上应该设定说 你可以上网 但是不可以打电话 除非是emergency 因为你想看那个空间那么窄那么几 如果你打个电话 大家都听到他讲什么 很奇怪 隔一句 OK 好 那电话卡的使用需知 今天讲的这两点 其实都是以前没有讲过的 OK 那现在travel的人越来越多 对 那离加州最近的地方 就是墨西哥的这几个名胜的地方 当然有分西海岸 或者是南部的下面 那其实坐飞机都要两小时 或者是九小时之后 才到达这个风光明媚 这个气温又很 温度又很高的 让大家很舒服的resort 那旅行 我们就带一个电话出去 如果有了电话卡 如何能够最efficient的 用到这个电话卡 如果要带手机出去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是用smartphone 我会建议大家不要用roaming 你用了smartphone之后 你到有 饭店几乎上都有wifi 你就用你的wifi上网就好 那你要真的有emergency 这是data的部分 对 可是data部分 现在有很多app也可以download啊 你在有wifi的时候 你就可以打电话 对不对 yes 像wechat的话 你就可以视讯 或者是只有声音的 太方便了 或是text都可以 OK 这个部分我们暂且不表 那如果你真的 那你表的是哪一方 现在就是说 如果有wifi的话 就利用饭店的wifi上网 那如果你真的要打电话 你就买一张电话卡 可以从国外打回来的 就好了 回播卡 回播卡 对 这回播卡也在 你们天天电话卡 专卖店就有的卖 有有有 因为现在的人 现在还要跟各位听众 分享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我一直帮各位听众争取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争取 跟很大的权利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使用电话卡 一定要先播一个local access number 对不对 现在我帮客人争取到 以后我们打电话卡 不需要播local access number 这么好 这么好 但是有前提的 它一定要是smartphone 你要download它一个free app 之后 你就可以从那边打出去 I see 而且价钱很便宜 这个跟有local access 打出去的分钟 差不多一样 OK 差不多一样 那比如我一直都是跟 天天电话卡 我们公司 还有我家里 还有我的手机 都是有设置的 那我以后 你就可以换 对 也可以换 或者根本不必变 如果 对 如果你没差的话 费用没差 你可以不用变 是 就是说它已经不需要 local access number 它就可以直接播 01186或是011886 所以如果是一个新的顾客 那他听到这个好消息 他就去找你 对 而且这个产品 很迷人地方 还有分两种 一种是买分钟数 一种是包月的 我的是包月的 包月就是说 比如说你一个月付20块好了 然后你打中国 香港 台湾 加拿大 美国 都是unlimited 很方便 但是不包括香港的手机 跟台湾的手机 但是如果加拿大可以包 我觉得很滑的 台湾和香港的手机 其实我们通常打的 都是那边的手机 对 那没有办法 因为收费的方式标准不一样 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 做到手机 但是也可以用 只是说 也可以用 对 只是它的算法不一样 那包月的话 就是一个月unlimited 20块 就随你打这些国家 那如果不包月算分钟的话 大概本节大概1.5分钱 一分钟左右 一 一分钟1.5分哪 还不到两分 其实是1.5 cents 很便宜啦 对对 又不是要包电话粥 对 真的很便宜 等于说你 一千分钟大概才15块而已 一分钟 你说一千分钟 才15块而已 对啊 一分钟1.5 cents 然后一千分钟15块 very economical 这是帮各位 消费者是帮我的客人争取到的 我已经跟公司讲了很久 说我想要这个产品 我想要这个产品 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客人 做一个这样的产品出来 终于出炉了 终于出炉了 并且又是在感恩节之前 对真的是很感谢这家公司 我们也很感谢你 好 要找到Vicky的天天电话卡 大家都知道 Cupertino的永和在哪里 就在永和里面 大家看那个 在墙上贴的就是天天电话卡 那么就对地方了 好 我们再进一段工商资讯的 第一个广告呢 就是天天电话卡的电话号码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打电话 先来问一问问题的话 或者直接去都可以 两种方式都欢迎 我们这电话号码是4082536682 OK好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我们来探讨 有一些voice over IP的 那跟传统的这个电话线的音质 还有使用的时间 还有这个有的时候觉得 那也包括在音质里面 就是有些时候是断断续续 对这个部分等一下可以讨论 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差距 消费者不了解 好 那我们当然消费者有知的权利 因此我们进广告之后就来听听看 好的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现代人的必需品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 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 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波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Cupertino 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4082536682 如果您向往成为成功的房地产贷款经济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热爱为客户提供最好的地产贷款服务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要为自己打造 长远回报丰厚的地产和贷款事业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Sophie省地产和贷款经济团队 是您最佳的选择 让您成为最顶尖的经济 详情请致电Sophie省 408-799-2558 799-2558 只因为You deserve the best 8星期的优惠 高于银行定存的年金 5年定存 第一年4.4% 第二年至第五年3.4% 请速联络理财专员Amanda Wu 电话408-460-8623 408-460-8623 寒冬来临 老赵川菜馆感恩节推出 假期菜式系列 青椒爆肥肠 小椒牛肉丝 串串香 新疆大盘鸡 麻辣烤鱼 秘制藤板鱼片 野山笋烧肉 小关庙羊肉香锅 莴笋腊肉 本店自制麻辣香肠 欢度节庆 家人聚会 冬季养生 齐聚老赵 老赵川菜馆位于400号 Maffey Boulevard Mountain View 电话650-262-9728 ManPlus缓解尿瓶 尿急尿不进 ManPlus提高耐力与免疫力 改善腰痛疲劳失眠 ManPlus减少癌症发病率 尿痛排尿困难 前列腺炎症状 尽快消肿 消炎 Whole Nutri 汇集湾区中医博士团队研发 直销全美 感恩节期间 买5赠2 买10赠5 截至11月30号止 数量有限 预购重塑 电话订购 1-800-883-1439 800-883-1439 网站订购 www.wholenutri.com 首次买房费用多 贷款扎 嘿 真头疼 找房没出手 还想换大房 能贷到款吗 人老了 想早点退休 在哪投资呢 有救了 有救了 快找金扇子 金扇子顶呱呱 半年是二万八 金扇子计策巧 最低利率真叫好 金扇子出奇招 安心退休 睡好觉 金扇子算得妙 我们大家哈哈笑 请速电510-353-0855 或GingerLoan.com查询 嗨 James 你搬新家了 听说房子抢得很啊 你是怎么买到的啊 这都是Vila 和他的团队帮的忙 Vila先帮我做了 Pre-Approval 他们是Direct Ender 可以自己放款 我的offer 没有Loan Contingency Sailer很放心 我offer价 并不是最高的 但还是拿到了 我们全家高兴得很呢 这么好的服务啊 他们收了多少钱呢 没有任何费用 我用他的服务 已经十几年了 从Loan Pre-Approval 直到最后Close Vila是最好的 我也介绍很多朋友给他 他们也都非常满意 要买到好的房子 你必须找到像Vila 这样专业诚信 经验丰富的人才行 快快快 快把Vila的电话给我 Vila的电话是 408-307-5056 408-307-5056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再度欢迎我们下半场的 消费单元的嘉宾 天天电话卡 专卖店的负责人 Vicky Vicky Happy Thanksgiving 好 各位听众也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先说一声感恩节快乐 是的 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都在今年呢 过得很愉快 并且感恩节呢 也都可以跟家人 或者是朋友欢度佳节 祝大家心情轻松 身体健康 然后事业蒸蒸日上 哇 虽然是老调重谈 但是这些都是 每个人的生活中很重要 很需要的 很需要的 每天都很需要 不是只有一年才需要一次 对 所以在平常呢 现在有一支电话卡是 几乎是人手一支 那有的人都有两支 所以对于电话卡方面 还有音质方面 我们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你有没有发觉 跟人家打电话的时候 如果对方的声音听不清楚 或者是有broken 好烦哦 对 就会很想挂掉 所以 或者变得没耐性 对对对 因为觉得这是很干扰的东西 所以随便我们来谈一下电话卡 一般人现在还是有个很错误的观念 一般人都会跟我讲 我现在可以用Skype 我现在可以用什么Magic Jack OK 没有错 你是可以用Skype 但是Skype也是要PC to PC 还是免费的 你如果是你要从你的电脑 打到对方的家里 或是打到对方的手机 永远都会比电话卡贵 哦 还有这些音乐 这些东西都是经过Voice over IP 所以它的稳定度 清晰度 自然而然就是没有光纤要来的高 但是这是一个进步的社会 大家有权利选择好的 清楚的或是便宜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 所以好的跟便宜不并存的 好的跟便宜并存的可能性有 但是你不可能 我碰到客人跟我讲什么10块钱 什么有什么1500分钟 那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 那你也许你或是20块 你去买到有2500分钟的 那也不太可能 如果你在20块可以买到2500分钟 这一定是Voice over IP 我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因为我最近很多客人呢 都碰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就是说 他本来用我的电话卡用得好好的 因为他家里也许原先走 就是AT&T的光纤的线 突然有一天跑来说 老板老板 你这电话卡打不通 然后我就说 不太可能啦 你用了这么多年 怎么会突然打不通 我就马上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家最近是不是换了一个 你家的local service company 他不可能 我说一定有可能 我说你回去问 问问看你的先生 或问问看你的太太 但是也碰到客人当场就说 对对对我家换了 你怎么会知道 我说你是不是换了Voice over IP 他说对呀你怎么知道 因为刚好在这个时候 跟大家分享 Voice over IP 你买不管是一个机器盒子 或是一个电话 你在那个机器盒子 或是电话上面 都会有一个IP的ID 所以当你进入 internet的时候 你要进入IP 由于我们要进入 internet有个IP address 他会verify你的ID 才让你进到 internet去打电话 所以当你也许 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也许你要播 1234567 他出来的绝对不是 1234567 因为他走的是internet 他出来的一定是乱码 也有可能是标点 有可能是mark 或是有可能是5678 是 所以你在正常使用 比如说以前你使用的AT&T 你在使用电话卡 拨国际长途 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当你使用 像这种Voice over IP 当你拨完local access的时候 你要再拨中国电话 或台湾的电话的时候 出来的永远是乱码 根本打不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在这边跟各位消费者 或是听众分享一下 如果你们今天有机会听到的话 希望跟你周遭的亲戚朋友分享 原来是这样子 这个Voice over IP 或者是Skype通电话 有的时候也因为时间 是不是peak time 而影响到音质 这是一定的 就好像我们都不要讲到peak time 或是peak up 就是连我们自己上网有时候 如果你晚上什么八九点开始上网 就觉得好像internet的速度特别慢 有时候十一点也很慢 然后过了一点两点突然速度又快起来 你说的十一点是晚上吗 凌晨吗 晚上十一点 这是很少的族群吧 对 可是要想到那个 我的意思说 也说十一点以后 就会又快起来 或是一点以后 就是凌晨一点会快起来 因为这个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碰到问题 说就算我们今天不是要经过Voice IP 不是讲到Audio那个部分 光只是internet 这个都会受影响 肯定 肯定 因为我们都是每天在用internet的人 住在湾区谁不用internet 很少 很少对不对 每个家都好几台电脑 所以我们自己都会经历过上网 internet的速度会慢 那当然如果你要用这个internet来打电话 它的品质也会影响受影响 那要怎么办 那要怎么办 那就是不要选择它吧 唯一的方法现在可以解决 因为如果已经要不然就是你不要去选择它 但是如果有些真的为了省钱选择它的话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 你只能从你的手机打出去 从手机打 对 Voice over IP 不是Voice over IP 就是你如果要打国外的话 因为你手机毕竟还是走正常的 不是走internet 对 还是走tower 所以他们打出去 塔台 塔台 所以他们打出去不会是乱码 因为他们没有经过internet 哦 对 哎呀 所以要know how 才能够do better 对 accept better 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大家 装Voice over IP的电话在家里 因为我觉得真的碰到emergency的时候 真的是真的是不太有用 那自己的生命就变得乱码了 好那今天在假期之前 有没有什么新的产品带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新的产品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还有一个最新的产品是恐怕要等到明年了 但是我现在可以先透露一下 有可能就是家庭计划只给四条线 消费在一百块 everything is unlimited unlimited data unlimited voice unlimited tax 还有unlimited picture audio everything is unlimited 哇真的啊 and no contract ok 就是在打电话跟data方面 对手机 我现在讲的是手机不是家里的东西 是一个家庭计划四条线一百块 就是家里的成员就是四条手机线 他只给你五条线 他只给你四条线 ok ok 这已经是包括很大一个族群了 对因为很多家庭现在都小家庭啊 对小家庭 ok 所以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对这个是我尽量争取华人的市场 所以跟公司谈了很久 从今年的暑假谈到现在公司好像finally 可以说ok 可是还是他还是不愿意让我赚 这个thanksgiving跟christmas的钱 他要我等到明年 但是你可以赚明年的thanksgiving和过年的钱 对对对 好非常好 那我们今天的讯息呢 已经很充分的deliver给所有的朋友了 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正 就是在这个traditional的电台的七点到八点 在fm96.1周一至周五的晚间可以收听到 在我们的网站上sbcmedia.net 还有facebook还有新浪微博 也包括youtube都是可以重复的收听 还有电视节目也可以重复的收看的 只要打进去关键字sbcmedia 或者是嘉宾的名称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嘉宾Vicky 或者是天天电话卡 或者是打我的名字进去搜索 也会有您需要的资料出来的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结论 并且每一阵子都会给我们一些使用电话卡 或者是现在新科技带来给我们的最新的资讯 以免我们再度掉入误区 没有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哪里哪里 好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 在11月25号周一的晚间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是周乐再度感谢您 并且祝您晚安 我们明晚七点见 拜拜 拜拜 现代人的必需品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播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Fertino 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 408-253-6682 Rebecca Lin 祝愿您节日快乐 合家团圆 Rebecca Lin 卖屋有方 华尔街金榜提名 Rebecca Lin最新推出 好市成双 买卖双喜 Package 节日特价优惠 Happy Holidays from Rebecca Lin 408-720-6800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才今天立即主持人的品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